3月19日是大圣洋室尖禮 也是圣洋室教区中学第一次第六校90周年校庆 该校当日举行多项庆祝活动 当日早上该校先联同圣洋室大学 以及圣洋室国际托儿所 在圣洋室劳公主保堂联合举行 圣洋室联校同庆大圣洋室年 K90周年雅歌声校庆微杀 要请到天主教澳门教区首目 K升大及圣中陆校校监尼品生主教主持 多位神掌共济 李主教于港道中 以默默耕耕耘去形容圣洋室的一生 他认为圣洋室在不同的情况 都以耐性和毅力去面对 他面来各私生 要校发大圣洋室的耐性和毅力 去面对各种挑战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你们在你们的学业里面 我希望你们好像圣洋室一样 这么默默地来成长 现在你们有时感觉到 学的东西好像没什么看不到 但其实 在这里你是在成长着的 而各位老师 你们也是一样 你们很多时候 看这些学生的话 哎 为什么还是这样的 教绩他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教绩他也是这样的 到这么上下 他就立刻会生长 你们老师自己 教学是生长 你们自己也是在成长着的 微沙后 圣洋室教区中学第一至大陆校九十周年校庆 并纪念风 纪念桌 个性花油票发行仪式 在花地马圣母八年显现纪念堂举行 微主教于致辞时表示 学校透过这次油品发行 宣扬大性药室的得行 以及他的喜乐精神 主教认为 学校为了这次油品发行 举行设计比赛 可以让一众学生和校友 发挥各自的才能 同时也象征学校对社会的服务和联系 他寄与各师生 要发挥大性药室的精神 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并回馈社会 随后圣日室教区中学 第一至第六校各校长 校友会会长 联同油电局代表 以及李斌生主教主持油品发行仪式 并向纪念风及油卓设计比赛的得奖者颁发奖 同场也有圣中六校合唱团 以及音乐兴趣班的表演 当日油电局也在圣中六校设置临时柜台 向市民派发特别设计的纪念风 并提供家人圣日室教区中学 第一至第六校九十周年校庆纪念油卓服务 设计纪念风的校友赵军玉表示 设计以十年树木八年树人为主题 寓意在圣日室教区中学多年来 尽心尽力的栽培下 学生从小树苗掌成大树 成为贡献社会的人才 在圣中多年的校园生活 让他最难忘的是 参与不同的课语活动 我觉得最难忘的是参加军乐团 会经常去比赛和表演 而且中学时都会做碧布和画画 也都培养着我画画和设计方面的兴趣 而另一位设计油卓的校友施明珠表示 他以90周年和烟花作为设计元素 如意圣中90年来培育无数的社会动良 各圣中师生官以母校为荣 在圣中的学习期间 老师的关怀让他不生受用 圣中最大的回忆就是空间很大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舒适的环境 给学生学习和休息 和学校的老师都很爱护学生 很关心学生 这件事是令到我现在出来社会 都学习到要关心别人的